各位男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看一株非常特别的卡特兰 我期待它开花已经期待很久了 现在呢,它终于第一次开花 它的名字叫做Catlia Chantilles Twinkle 它的花色呢,主基调是粉色 然后三个恶瓣呢,几乎是纯白色了 两个花瓣和纯瓣是粉色居多 然后上面布满了深红色的斑点 然后纯瓣正中间呢,还有一点点黄色 看上去呢,特别的秀气 这克兰花呢,虽然也归作卡特兰一类 但是呢,它跟我们平时见到的那种经典的大花卡特兰 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我们把经典的大花卡特兰比作是雍容华贵的贵妇 那么这一颗看上去呢,就像是娇小可人的青春少女 不失任何粉蛋,依然美丽逼人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这还要从它的青本说起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青本好了 它的两个青本分别是Catelia Eldorado Splash 和Colothrum Bicornotum 其中前者是一种杂交的卡特兰 后者呢,是原生的处女兰 正是因为有了50%的处女兰在它的青本里面 所以呢,它的花才呈现出与别的大型卡特兰 依然不同的风貌 尤其是它纯瓣上还有两个花瓣上 这些可爱的深红色斑点呢 更完全是处女兰给它带来的影响 处女兰是兰花里面非常小的一个鼠 到目前为止呢,只有四种被承认的原生种 那么这一颗兰花的青本之一 Bicornotum就是这四种中的一种 到目前为止,我只在科学文献当中看到过 原生种处女兰的花 现实生活当中 我是说在社交媒体上 包括YouTube、Instagram上面 我还真的没有看到有兰友在真的养原生种的处女兰 不过呢,原生种的处女兰虽然很少见 但是它的杂交种并不算很罕见 我知道的呢,就有三颗 首先当然是眼前这一颗了 另外一颗叫做Village Chief Snowflower 这颗今年早些时候开花 我也曾经专门做过视频 你看它的唇瓣和现在这一颗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 那么还有一颗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苹果花 Iwanagawa Apple Blossom 这颗和前面那颗Snow Flower呢 都只有25%的处女兰在它的清本里面 所以它们只有唇瓣上有这些斑点 而眼前这一颗呢 这个斑点就布满了两个花瓣和唇瓣 另外这颗兰花也是有香味的 它的香味跟我闻过的其他卡特兰的香味呢 都很不一样 有点像婴儿用的爽生粉的感觉 反正挺好闻的 不是特别的浓 但在阳光底下可以很容易的闻到 这颗兰花是我去年从Snow Flower购买的 到我手上呢 是一年零几个月的样子 这是它最新的一根杆 也就是现在正在开花的这根杆 比前面的几根杆要明显大上一圈 我入手的时候这一棵应该是刚刚成熟的大苗 你看这边是它最开始的几根很小的杆 这颗兰花刚到我这里的时候呢 就有一根很小的花杆 但是可能在运输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压力 所以后来它就枯掉了 然后今年春天呢 它又长了一根花杆 而且上面都已经有好这个花苞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些花苞就都变黄又枯掉了 所以呢到一年多以后 现在我才终于看到它的花 而且呢它的花跟我想象的一样美 所以可以说如愿以偿 而且呢它一次给了我三朵花 应该算是不少了 我在网上看有很多人只有一朵两朵 最多的我也只看到四朵 所以三朵应该算是不少了 好现在来看一下这颗兰花的根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给它换过盆 所以到现在差不多是一年的时间 种在树皮和水苔里面 这些根呢都是今年我给它换了盆之后 它重新长出来的 养护起来也是相当的简单 和大多数的卡特兰一样 我给它比较明亮的光照 然后在两次浇水之间让它干透 基本上就这样 其实我也并没有太多的给它施肥 那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考虑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拜拜